真的要講清楚,我們在討論怎樣才可以把訊息很清楚地傳達 這就是我們這個節目關公殿堂設計時的原意 初心初衷,我們又不是去煽動,我們不是去惡意批評某些人 然後就說我們去抹黑他,又是怎樣引起一些仇恨 你要講清楚一點,如果我們自己都講不清楚就糟了 用這個傳訊的角度來講,其實在BNO這件事上,基本上特區政府 就算是內地一樣,批評集中是兩點 第一點就是這個是二等公民,把香港人搞成二等公民 這個說法如果... 上個星期我們已經說了不成立了 是的,就算是,寧願跟著公民都要走的話,香港是多少等 你分多少等公民呢,其實最主要是講政治權利 我真的從投票權、被選舉權各方面去看 你完成了五加一之後,那個權利肯定會給香港現在 你和我的那個權利其實是重大 我們上個星期就說了,第二點就是經濟 就是你給英國人賺品,給理智 最初其實在外交部、中聯辦、廣告辦的聲明裡面 其實沒有提到這個觀點 這個觀點在特區政府那個聲明裡面就說了 暗示 很明顯,講到遮醜報的概念 其實是特區政府先說的 跟著內地人民網,都有用到遮醜報這個字 似乎是特區政府先用的 好了,剛才講到這個經濟這一點 特首舉例以說明之的方法 用了什麼呢? 就用了別人來的地產港國 兩個星期有20個樓盤這麼多 是來自英國的 證明了他們很想透過這件事 剛剛你們這麼多人過去 我就是找你,起碼在樓盤上賺很多錢 我們再也提過了,起碼有四個大的香港發展商 提到和王有,新鴻基有,新世界有 遠東發展都有 他們在英國,其實主要是倫敦 都算是黃金地點,德普特,福特 有些地方叫做 接著,革南威至北 大家可能比較熟悉 還有經常說,金絲還有碼頭 金融區 甚至去曼茲斯特都有 這些去到,好像這樣說 他們去得投資 當然是想在那裏賺錢 不是給別人賺錢 這個是大企業的想法 有時政府經常很喜歡鼓吹我們香港的企業 要走向世界 是的,不知為何一提到BNO 這個想法就走回頭 不止是Peter 你剛才說的那些是大企業 他們可能有他們的方法 他們就賺到錢 但是呢 我們的司局長 都要申報一些利益 他們很喜歡英國的事業 起碼有三個局長 起碼有三個局長在英國 這個很清楚 除非他隱瞞 這三個局長就是陳肇始 聶德權 和邱騰華 我沒有計算在澳洲 其他地方那些 不知道他們出了這件事之後 要不需要慢慢賣掉 於是正義正確 這些人在那裏賣樓 當然有不同理由 難道你又說到 你的局長又被英國人騙了嗎 是是是是 我最近看一些網上的 轉載一下 就說特首最開心的時間 他都四處去英國買樓的 他當年又想被人找笨嗎 不是的 說到最後 其實就是 特首在這件事上都反映到 他就一直猛咒英國人 把香港人拉走 拉力 他就沒有想到 我們其實不是因為英國人的拉力 是 有人推我們走 這個 這個才是最直接的 那你其實想一下 就是 那麼多人如果那塊真的是 遮醜暴 英國自己的估計 30萬左右 起碼是 頭幾年 那你為什麼 為什麼香港人要走得那麼急 走得那麼多 你應該從這樣的角度去 反省一下才是 完全沒有的 只是說人家那塊是遮醜暴 那怎麼辦呢 就是 對問題的解決 你於是無補的 究竟你是想這些香港人走 還是說不想這些香港人走 現在 你的嘴巴好像說到 你不要被人騙 這樣 但是你做的事情 做的事情好像 不要介意 不要介意 妨著地球磚 不要介意 你走了之後 可能是 選票上高 又少了一大批 不是他的擁躉 是 你走了之後 小派又容易一些 可能是這樣想都不定的 不知道 但是呢 起碼從他 在Facebook上的說法 就是 我看完之後 用Pittery那個角度 他究竟的訊息是些什麼 訊息是些什麼 還有說完之後 被人產生的印象是什麼 我就馬上想起 當然有時候我們都經常建議 不要亂用這些成語 但是的確這四個字 是很適合的 厚是心非 什麼意思 你告訴別人 就說 你去買樓被人找笨的 你這樣又怎樣 我只記得 現在有媒體翻炒 就說 你當年在英國的時候 就說 哎呀 我想做師奶了 我跟先生和家人去看樓了 我又想過一些簡單的日子 那段是我最開心的時間 那我就口切心非了 不是 我現在寧願不開心 都為人民服務 還有就是你想一下 如果你覺得 別人是用樓盤的方法 吸引香港的資金走 就是抽泡 簡單來說 香港這樣做是政治上 不道德 不正確 是不是 我這樣的演繹 不去哪裏 他真的用樓盤來舉 但是你有沒有想回 香港其實 都有類似計劃的 雖然現在停了 是去到2015年 去到2015年 我們有些 事業就可以移民來英國 最初好像是六百萬 最初六百萬 後來提升了 去到一千萬 現在是停了 意思 特區政府的公佈是各自的 隨時可以來回 那不一樣 你都是要人的錢 你說買也好 買也好 有這個資金來這裡 我就給你一個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 就是 我們自己都在做這些事 一樣在做的 亦都有些優才計劃 是吸引外面的人來的 現在 剛剛 最近都說 又要吸引醫生來的 我們都在吸引其他人才來的 那些是香港人的下代 所以 其實不是說 說誰騙誰 誰遮走部 不是遮走部 而是你那個地方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吸引力 你應該 作為我們的市長 就要想一下 這個城市 怎樣可以 香港人自己內聚一些 在這裡活得開心 不需要考慮移民 第二個就是 這個地方好到 其他人都很想來這裡工作生活 這樣才是正路 我都不跟你說聯合聲明 說《基本法》 《基本法》是保障我們可以自由出入的 我喜歡出 喜歡入 我喜歡這些資金 又去那裡投資 又去那裡投資 又留一些在香港 為什麼不可以呢 為什麼不可以呢 他那三段 在Facebook上告示 他沒有罵香港人的 他罵英國人的 但是 如果你說 人家是用遮守部 有這個經濟目的 賺我們錢 我們就是說 被人欺騙那個 被人賺錢那個 還有 你真的不用擔心 特首 香港人怎麼不懂得計 你那三個局長 懂得計 在英國賣樓 其他人都懂的 是不是 誰去到那邊 置業的話 假設你三十萬 香港人在那邊置業的話 他都會選一些 自己認為 投資下去 會升值的東西才賣 沒有人買磚頭很厲害的 不止很多 身邊的朋友 正在計算一條數 你一個子女 想著很多中產家庭 今天 報紙頭版也有 連香港的國際學校 都開始走 讀在那裡走 那些 已經是 下降了 下降了 下降了四分之一 下降了 很多中產家庭 其實都是安排 打算 或者已經做了 就送子女去外國讀書 更多人在打算 英國是 我估計是 最熱門的地方 就算沒有BNO這個五加一 入籍途徑之次 那你跟香港的聯繫是比較強的 因為 駕車都不用左右軚 比較簡單 那這些 你想想 如果你送一個 兒子女女 出去讀書 有些人的計法看你怎麼計 一年加加萬賣 可能都要百多二百萬 省一點都可以 我的經驗就是 三年讀大學 約200萬 三年讀大學 兩百萬 OK 三年讀大學 兩百萬 如果 你真的挺省的 很省的 真的很省的 我叫那個女女 是省省的 省省的 好了 那我當你兩個 兩個 即使你用六百萬 六百萬 如果它本地居民的身份 這筆數 可能你省回來 是 是 而且 海外學生 和當地的 學費是差很遠的 是 你說三年是大學 如果 現在很多 中三就走了 是 中二就走了 是 那你計算中學那幾年 我真的賺回來 我記得 如果移民時間 配合得好的話 是 所以 特首你不用擔心 香港人自己會計算這筆數 香港人 不會那麼容易被人騙到 即政治上高 沒得說 即不到你說事 經濟上高 有自主權的時候 是 我選 留 或者走 或者走去哪 哪裏我才能計算這筆數 有沒有東西做 那份工作是怎樣 因為那份工作 是找得少了 不過 原來有兩個兒子 生活質素又不同了 和家庭的成員一起的 一起的 過的日子又可能不同了 是嗎 這也是另外要考慮的 就算只是看S兩棟 是 英鎊不是 L一畫 那一樣的 其實我都是計算 好像剛才說 我只是讀書 都可能已經是賺回來 你說那份是遮醜報 所以有些 英國的評論 就開始都有這些說法 剛才我們說 巴士迪那位記者 叫做記者 我上去找過他的資料 找不到 找不到啊 Wikipedia沒有他 即使說好打有限 即使說好打有限 但他都在說這些觀點 另外有些大的媒體 英國都有這個觀點 即大批香港人 但他也是有一點 我覺得很有問題 就是他就說 當地的英國人 不歡迎香港的移民 但我記得我們以前看的 很多的報道 都是 多過一半的人 歡迎我們去的 那些是做民意調查 有些是香港自己的團體 在那邊做的 但無論是我覺得 這個問題 一定有些人贊成 有些人不贊成 也好看 你問什麼人 在那邊 自己現在找公公欄那些 突然說 多幾十萬個香港人 可能會擔心一些 有些又覺得 還有我們香港去的 可能是優才來的 像加拿大這樣 即看看你最後吸引了什麼人去 加拿大就很著重 還在吸引一些香港年輕人 學歷高的 過去補充很簡單的醫療 人家就很實在地 有一個很具體的計劃 就是吸引你的人離開 香港現在開始說 開放 但是如果你做得好一點 你保住我們很多護士醫生 我身邊起碼有兩個 想去澳洲 澳洲覺得很缺護士 全世界都缺 你如果是保住 保住我們現在做的 開開心心在這裏 有一個留下的理由 好過你現在開放級 在這個問題上 我也覺得可以開放 但開放得來 要有一個基本的保障 是不是全部免事 那些給我們的專業團體 醫護界自己慢慢討論出來 但是說到尾 只是懂得罵人 不懂得搞好自己 Peter說了差不多兩節 其實我想說 特首在這個問題上 我真的要好好想 第二 除了說這件事之外 這是另一個 剛才說的上Facebook 所以林鄭最近說了不少 其實 她在大文大會上 她說她自己都有看她自己的手下 那些同事 在立法會那些大文 因為她說 最近在留意到 民建聯的主席李慧琼 是多次和政務司司長 每週會議上都反映到 部分議員對政府表現的意見 包括說局長答問題的時候 內容太過擁場 還有是虛的 太過虛的 沒有實質的事情 郵花園 即是局長拉布 這裏我覺得是有趣的 第一 黨的主席 就算真的有投訴 說了出來 那個她和你的政務司司長 Number two 來的 你都要爆出來 即是說說完之後 沒什麼做到出來 政務司司長 是不是 如果她做到 就不用你處理 第一 可能她的意思就是 現在建制派 不是全部支持我們 都一樣 會有些事情批評我們的 第二個想法就是 她說出來的意思就是 這些事情根本都不成立 當然不是 她督促政務司司長 張建宗 要處理這個問題 張建宗有很多問題要處理 這裏我覺得她 這些叫做 一箭雙鵰 我認了你這個黨主席 你那個投訴我會認真出來 第二 張建宗 把手板 無端端又被她踢了腳 如果她做處理得好的 每周 例會上多次 跟你說了 說了很久 已經很多次了 你都關門了 你都不懂得處理了她 要我特首 在達文大會上 有些事情要大家遮掩 出面 出口 出手 還有最大的問題就是 這些局長 大大話說 每個都幾十年功力 才練成 可以又虛又擁場 踏完之後 等於沒有踏 你叫張建宗跟她說幾句 可以改變 你真是開玩笑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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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想你